各位老師 各位選弟妹 大家好 我是高三人班楊晴雨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是如何申請美國大學 還有我是為什麼做出生子的決定 然後我要讀的學校是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 那首先我覺得了解自己為什麼想要去美國讀書很重要 因為你要剩前準備的東西也是蠻多的 所以不會比台灣的大學精彩 那我自己是在高醫生高二的暑假 決定說我要去美國讀書 我那個時候跟我的一個朋友去美國高中的參觀試過 然後就像我們的學徒一樣 然後就覺得說他們的上課方式跟台灣非常不一樣 而且也會很多的課外活動 我覺得我們台灣是比較以考試為主 所以我們每次讀書啊什麼都是希望可以考到好成績 所以才會想辦法去背 但是他們的話會是希望自己可以真的去了解以後 然後才去背他 那考試就只是說檢測自己有沒有真的了解 而且我覺得在現在這個時代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可以多去認識不一樣的 就是不同國家的人 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 在台灣的話我覺得 如果你又一直只是待在台灣會有點太多 所以如果你們的經濟活力是許可的話 我只建議你們可以多出去看看然後走一走 那為什麼是美國呢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我自己 就除了中文以外就是英文會比較好 然後在所有的英語系國家當中 我覺得美國是我最熟悉 而且也有很多很不錯的學校都在美國 那通往美國大學的管道有兩種 第一種是一般的大學 然後第二種是社區大學 也就是我們學會出國的學 那申請一般大學的話 都是我們這種想要直接申請到美國好一點的大學會走的方式 那要準備的東西會比較多 比較複雜 申請社區大學的話 美國很多當地的高中生都是採用這個方式 因為它不便宜 而且它是先讀兩年的社區大學 再轉到一般的大學再去讀兩年 那畢業以後的話 那個畢業證書上面那個文憑 會是後面那間比較好一點的大學的文憑 所以看你們想要走一般大學還是社區大學 其實都可以 那這邊是申請一般大學需要準備的東西 然後要怎麼申請 你需要的那個 用的網站還有申請的類似 那下面那兩點的話 如果你們真的有意思想要去美國讀大學 那個你去找代辦或是一些專業的顧問 它都會跟你解釋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會多做做事 不過我自己良心的建議是說不要找代辦 因為我一開始也是想說我就去找代辦 然後他就會幫我都弄好了 我只需要給他說 他跟我說我需要什麼東西 我就全部給他就可以了 但是後來發現我自己那間代辦做得很爛 他需要的東西就是哪 講一通不齊全 然後害我一個朋友沒有申請到自己想要的學校 我後來退掉了以後 我又去找其他家 就聽了不少講 但是我發現都很貴 最少都要十幾塊 然後他可以幫你申請的數量 就學校的數量也有限 你如果想要更多 你就要花更多錢 而且不只要給代辦錢 你還要再點銷上一點申請費 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你去找到專業的顧問 或者是說 有任何認識的家教老師 或者是一些 知道你怎麼申請的願意幫你 我覺得這樣都可以了 因為我後來也是去找我的家教老師幫你 然後我發現其實沒有那麼難 你就只是需要更細心 然後真的去一步一步慢慢的來 一慢慢的做那就可以了 那找的話 最好是找那種可以幫你翻推薦信 或者是 就是幫你看一下你的那個 I say 就是我們所謂的資訊 有沒有寫的好 那這邊是需要 有申請美國大學需要準備的東西 那前三個的話是要考慮考試 第一個是SAG或是ACG 它就跟台灣的學測差不多 就是評斷學生的個人的學生 那SAG跟ACT的話 是跟學測不一樣是說 學測只能考一次 但是SAG或ACT 你一次沒有考好 你可以考個兩三次 只是你不能考太多次 因為學校會覺得說 你考太多次 然後你就是 為了想要考多次 然後看哪一次分數高 那SAG跟ACT的話 是二選一考的 我自己是考ACT 所以我對SAG不太清楚 不過我上面有一個表格 可以自己看一下 他們的兩個的差異 我想很多人都會去過SAG 然後多少人都會知道 有ACT這個東西 但是我自己選ACT 是因為我覺得 它對亞洲人來講 比較時尚 因為它有MAP SIS 然後它的數學的話 也不會到很難 它就是比較多練習 你就會習慣要怎麼去 閱讀英文版的數學題目 它的數學 就真的沒有什麼 那個 沒有什麼難度 而且還可以帶計算機進去 然後它的Science的話 它就是 化學、物理、醫科、生物都會融合 但是 不要想說 聽到這些 就覺得應該不可能 因為我一開始也是覺得說 然後 那個路鳥的課本都是中文的 我要怎麼考 但是後來我發現 它很多都是從圖表 就可以直接找到答案 它只會有一個大題 是真的需要念讀全文 才會知道答案 所以你就是多練習就好了 然後 大家應該最常通的是 English and Reading 但English and Reading的話 我覺得沒有訣竅 你就只能多練習 然後多看一些題目 多背 因為你單字背的越多 越你的速度就會越快 那我覺得 在準備SAT跟ACT這個方面 很重要的是 要去找上課的地方 就補習班 或者是一些家教老師 因為 那有老師的話 他就會告訴你說 你要怎麼準備 然後給你一些訣竅 他也會給你很多的題目 讓你練習 甚至有一些有國法式 那對於English and Listening 的Speed Team 比較弱的同學 就去上課的話 可以 有機會可以跟老師互動 然後你就可以 多練習 而且老師的話 也會教你說 你的閒座要怎麼閒 因為閒座的話 應該是要有人改 然後你改 你才知道自己 不對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要怎麼去進步 如果你只是自己看自己的作文 你不會有任何的進步 那現在這個託服跟雅思的話 也很重要 是國際學生要去兩國 大學就是要考東西 那我自己是選擇託服 沒有選雅思 所以我不太清楚 雅思是怎麼樣 然後而且我也不知道 他的差別 我只知道說 雅思的口說是對生人對的 所以價錢比較貴一點點 那我覺得 要準備託服跟雅思的話 我是覺得不需要去上課 因為你如果去上SAT 或ACT的話 他的寫作和reading 其實都蠻夠的 像Lessity跟Speaking的話 你會講話就是多練習 那聽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些YouTube的頻道 或者是多聽一些新聞 就熟悉一下你是怎麼 就是熟悉一下 長時間的聽英文的東西 因為 過福的Messing的話 他是 咖啡 那Bessing的話就是 你可以多聽一些 長時間的東西 不然如果你不習慣的話 他的Bessing很長 你可能就會 不好吃 那除了前面兩個考試以外 現在那邊就是SAT2 是科目考試 他是選擇性 所以你不一定要考 如果你有哪一科 你的牆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去考一下 保護上也都會有一些 就是 練習 不一樣的練習 那除了考試成績以外 在校成績也很重要 所以不要想說 我想要去國外讀書 就荒廢掉在校的學業 他們的GPA 他們的GPA 他們的GPA就是 在校成績 然後是以 就是上面有那個 換算的方式這樣子 然後除了在校成績 跟考試成績以外 很重要就是 你要有課外活動 那我自己是沒有什麼 課外活動 所以 我去參加一個國際制度 那我有把志工的那個 機構放在上面 你們可以自己看有沒有興趣 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就算你沒有想要去國外讀大學 也都可以去參加 因為回來的話 今天是很寶貴的 那這個 下面這兩個SA 跟推薦信的話 當你在申請的時候 那個 在幫 學校就會告訴你說 你需要準備 要給他什麼東西 那我剛剛講的 申請一般大學 比較適用於高 高一跟九年級 高二的話我覺得有點太難 因為我自己是在高一升高二 決定 那高二上 我就開始找學校 那差不多十一月的時候 開始上課 到高二下的四月跟六月 都一定在考試 然後 雖然 高三上的九月十月十月 十二月還要考試 但是 那個時候其實應該是要準備 申請 然後寫自己的指標 所以如果高二要 想要去美國的大學的話 我是覺得說 你可以先去社區大學 那社區大學需要準備的東西 也比較少 就高中的畢業證書 或是同等學歷 然後 SAT跟ACP也是選擇性的 如果你沒有考的話 也沒有東西 就是 跑那個 像那個 Industry Math的 Placement 在學校 他都會告訴你要怎麼報名 那托福成績 雖然他說 是選擇性的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托福沒有 成績的話 你去那邊 你可能就要再多讀 半年或一年的 ESL課程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 那麼快的 申請到 想要的學校在那裡 那我今天的演講就到這點了